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的享受飢餓究竟是怎麼操練的 最簡單的講法是 一週七餐就是一三五個一個早餐 然後週末再加四餐 老虎獅子他在捕獵物的時候 是他最飢餓的時候 第一個他頭腦最清楚 第二個他眼睛最明亮 然後他的思緒最縝密 字典上面講的健康就是 Wellbeing of me的身心靈 那但是怎麼打倒 所以我就是用這四年的時間 我自己去試驗 然後我自己去體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看板人物 人稱為鋼鐵醫師的劉毅民醫師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個特別的飲食方式 希望能夠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謝謝 一起來歡迎享受飢餓的劉毅民醫師 嗨 劉毅師歡迎你歡迎你真的是很特別 我們要趕快坐下來開始談 觀眾才知道 剛剛劉毅師的這個開場 我要修正一下 我看他的鋼鐵醫師 鐵的成分比較多 因為我們說人是鐵 飯是鋼 他這個飯吃得非常少 所以鋼鐵醫師這個鐵字要比較大 這個劉毅師我想有很多朋友知道您 但是只要沒有聽過劉毅師的呢 聽到說我要邀請一個 一週只吃七餐的醫師 他馬上換算 說一天只吃一餐啊 喔不是 他有的時候一天不吃的 所以我這個講法不是很精確 那就請您開宗民意 先讓海內外觀眾知道 其實這個一週七餐不是一天一餐 你的享受飢餓究竟是怎麼操練的 你先簡單讓大家知道一下 最簡單的講法是一週七餐 但是分佈在週間一到五三餐 然後週末再加四餐 就是稍微比較輕鬆一點 禮拜五晚上算是晚餐開始 對 是我的週末的開始 但我覺得比較可怕的是 週間禮拜一到五 不算週末時間的話 其實你只吃三餐 對 就是一三五個一個早餐 那早餐之後 因為我要上健身房 那我健身房的運動量又博大 所以 時間多久大概 大概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一次去健身房 對 一個小時跑步機 跑12.5公里 然後消耗大概980 990卡 然後之後三個小時是重量訓練 那我早餐吃的幾乎就是在 當天的健身房就差不多用掉了 這一定 我選你的這個健身房完了 好像還需要好好吃一餐 就像很多人說 這個休完了一個假之後很累 還需要另外一個假來彌補休假的疲累一樣 對 那你 我很好奇 而且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是得到什麼樣的資訊 或是你什麼樣的身體經驗 讓你開始要執行這個 我能講飢餓計畫嗎 變成你的日常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 我是家裡爸爸糖尿病 然後遺傳嘛 那哥哥也是醫生 然後也很胖 當時我們兩個就是 胖胖的一對兄弟 那他也被診斷糖尿病 那我當時就少我哥哥幾公斤吧 那時候你已經過了45了 對 那我就很驚訝的 也不是驚訝 我就突然間發現 下一個就是我了 那既然是這樣 那我需不需要做一些改變 那那個時候我就趕快痛定思痛 那趕快做調整 我就開始減重 那我花了一年的時間 就大概完成了35的減下來 35公斤一年 所以說你這個享受飢餓 一開始你啟動這個飢餓模式 你的起心動念那時候是說 因為你不想布上你腹胸的後塵 你覺得你必須一定不能夠 這麼胖怎麼重 你有這麼大量的健身房 一次四小時運動 你後來繼續執行下去 我想先問 因為體力跟精神的變化 只有你自己知道 四年對不對 對 四年這樣子 我們說五天吃三餐 你自己體力跟精神上的變化 可以跟我們很仔細的分享嗎 其實滿 就是 我就 開宗明義 我就是想要來講這個飢餓 但是它很難用感覺去喜歡它 但是後來就用理智 用意志去體驗的時候發現 這個飢餓它帶來 我常常講就是說飢餓好像一個 它長得很醜 但是很溫柔的一個另一半 它永遠陪著你 不離不棄永遠照顧你 那這個飢餓我是慢慢體驗到的 那我個人也是因為體驗這個飢餓 而得到我現在得到的這個健康的狀況 因為健康很少人能夠很具體的說出來 健康到底是什麼 不生病算是一個指標 可以 但是 因為你是醫生 不是非常 都很難很全面很簡單的把它描述出來 那字典上面講的健康就是 你的身心靈 好 那但是怎麼達到 所以我 就是用這四年的時間 我自己去試驗 然後我自己去體驗 這個在很多醫生沒有做到 就是自己 就是很多醫生他 長得很胖也在做減肥 然後禿頭做生髮 然後眼鏡很厚在做雷射 很多啊 這是醫界常見的 你是不是很容易得罪人 我是 我的確是這樣 但是 但是我也是在講真相 但是 所以我 我現在在講的 如果我做不到 我不敢去講 但是後來我發現 飢餓帶給我的 這麼多的好處的時候 導致我 到處去跟人家分享 就是 就是 現代人就是 就是過 過多了 那劉醫生我想 已經開始非常好奇的 這個海內外觀眾 我想問你 請教您啊 你那 你這二四是完全不吃 你一三五 聽說你是只吃早餐 所以是 早餐重要嗎 還是說 你為什麼不選擇中間 就是說好像 感覺你早餐吃完 這天都沒有指望咧 然後又四小時的運動 然後就一直餓餓餓 這個真的是跟我的作息 有息息相關 我並沒有強調要吃早餐 只是因為我吃早餐完 接下去是上健身房 我才吃早餐的 所以你也可以吃午餐 你也可以吃晚餐 那as long as你吃是一餐 或者是少於三餐 我都覺得就是 會往健康一直加分 可是這個裡面 比較極端的是 我們來舉 因為你中間有兩天 是斷食對不對 對 二跟四 所以當到禮拜三早餐的時候 你實際上 你的上一頓 是禮拜一的早餐 所以事實上 我是48小時沒有吃 對 兩次 一到三 三到五 那請問你 你在每個禮拜二跟四的下午以後 你會不會情緒很壞 因為我們通常就是在 一開始有飢餓感的時候 好像覺得那個飢餓感 會把我們變成另外一個人 剛開始的確 飢餓會帶給你很多的焦慮 或者是一些脾氣上面的變動 醫生那是生理上面的一個基準 的確是 也許跟血糖的變化有關係 但是鍛鍊久了之後 這個飢餓 飢餓像 不像浪潮 一波接一波 飢餓比較像潮汐 就是來了很餓 退了就好了 所以當我禮拜一吃早餐晚 午餐還會餓 晚餐還有一點胃酸 也還是會餓 但是隔一天我睡覺起來 三餐都不吃 反而不會餓 因為已經沒有胃酸了 所以這個跟一般人的認知 因為你沒有體驗 你以為你會越來越餓 事實上餓到一個程度 所謂的我們講的餓過頭 其實是 你要把它餓過頭 就餓成功了就對了 所以這個要跟體驗 要跟體驗 你自己有體驗了 你才會知道 這是我講的大概是怎麼一回事 很多很偷俗的會覺得說 醫生我想請問你 照你這樣子操練的時候 你最脆弱的時候是什麼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這還牽涉到 你自己的心智能力非常強 我們等等會聊到 劉醫生的整個成長經歷 你就知道他這麼強的心智能力 是從十二歲就開始培養的 當然我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不是就吃一個禮拜七餐 我是減進式的 我是先減一餐 減兩餐 減三餐 然後看我適應的程度怎麼樣 然後我這個人是很喜歡測試極限的 就是說我看我的極限到哪裡 後來我就大概用半年的時間 達到一個禮拜七餐 後來我也覺得七餐就夠了 不用再變六餐 五餐 四餐 不用 因為已經達到一個平衡點 那個情緒是相當穩定的 好像一潭穩定的水這樣 就您所理解 因為我們一開始節目就介紹了 劉醫生是John Hopkins的博士 您在阿根廷也念完了整個醫學院 如果最簡單的問說 我們不吃飯 不進食 我們沒有熱量 然後你進健身房四小時 又把熱量都燒光了 為什麼你的身體還可以 就是不像手機一樣 你還可以有電耶 你還可以帶電耶 所以我稱這個叫做省電模式 省電模式就是帶機可以很長一段時間 那非必要的時候不會去挑戰那個體力的極限 你不會去做一個很劇烈的動作 突然間做 你可以慢慢加速 其實都還做得到 但是我 就是手機快沒電的時候 你不要再去下載影片就對了 那個意思 對 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種的 就是人飢餓的時候它會產生很多 就是一般不飢餓的時候 沒有激發出來的潛能 你不吃的時候 你的身體不是沒有在吃 就是說你吃你吃進去的食物 通常夠供應你的能量用 在肝裡面也夠用24個小時 但是你超過24個小時沒有吃的話 你的身體是在吃脂肪 所以吃脂肪吃越多 體脂肪吃掉越多 體脂肪是我永無止盡的 在追求降下來的東西 但是體重不用 體重就降到正常就可以了 週末 天色漸穩 劉一鳴帶著看板鏡頭 來到寧夏夜市 循著足跡停在東山鴨頭攤前 鴨頭 百葉豆腐大腸頭想吃什麼 劉一鳴不手軟 夾滿整盆 炸的 你不怕喔 這個手很健康啊 劉一鳴的健康是他的用語 總之 語出驚人 因為他用間歇性斷食的日程 實踐四年 高溫油炸30秒起鍋 食物外觀變得金黃香酥 當然也把油脂吸得飽飽 牛脂頭殼大腸頭要辣嗎 要 要辣 要 這什麼 鴨頭 大腸頭 好燙耶 這一大包只是打牙計 劉一鳴今天晚餐 是看似挑戰高膽固醇的夜市菜單 炒雙腰 豬肝 麻油雞 清點一桌 相遠離三高的人 看到一定嚇得倒退三步 不過高油高脂肪 劉一鳴照樣大口吃著 就是沒在怕 因為他這套獨牌重藝的吃法 不是天天三餐吃 脂肪對胰島素的影響是零 零波動 所以這裡沒有糖的問題 酒不會有減肥的問題 所以吃這些東西 再加上運動 還會再長肉 說好的沒有糖沒有澱粉 不過吃完高油高鹽 劉一鳴又帶著我們到冰品店 點了一大碗加糖加冰的米苔木 然後綠豆米苔木跟春粿 讚 這就是違反你說的那個 瘦身數 沒有啦 但是在體重控制好 運動夠的情況之下 一個禮拜七天 只有一餐這個 沒有問題 OK的 劉一鳴在每週五前 五天吃三餐 我們拍攝這天 在星期五晚上 可以好好吃一頓晚餐 這一餐 他絕對不會虧待自己的口欲 不過怎麼維持住 五十二歲符合健康的體態 他這麼做 OK 可以站 走 準備 準備 全身濕透 劉一鳴在跑步機上 排出驚人的汗水量 他的自主訓練很嚴格 第一步是堅持一個小時的 有氧跑步 一個小時 十二 連五一公里 消耗 988卡 然後平均心跳 149 就是要這樣流汗 然後 才有達到 我現在都是腦內飛的示範 沒有給自己緩衝時間 劉一鳴接下來是連續三個小時的 無氧重訓 有的是練旁邊 有的是練下面 有的是練上面 所以他動作其實還可以 滿細的 二頭肌 胸腹核心肌群一次全練 劉一鳴一個禮拜進健身房三次 四年來沒有間斷 從醫二十六年當過外科醫師 曾經胖到105公斤的他 看到父兄糖尿病的家族遺傳 痛定思痛 現在體重維持在72公斤 高強度運動 還要搭配必殺劑 獨創的一週七餐斷食法 好奇那這七餐到底吃什麼 答案是這樣 煎個蛋來配夾饅頭就可以了 簡單的饅頭夾蛋之外 家裡有什麼就吃什麼 麻花卷 奶酥餅乾 一般人斤斤計較的蛋白質 澱粉量 他掌握每週間歇性斷食的大原則 就不再計較 我這一餐如果是禮拜一 對不對 早餐 那我下一餐是禮拜三的早餐 七餐是最簡化的做法 很簡單 七餐你隨便吃 你要吃多少都無所謂 因為你七餐永遠不會過量 你不用在那邊每餐算 一開始家人也覺得奇怪 這樣不吃好嗎 不過看著之前105公斤的劉毅明 靠堅強的意志力交出成績單 讓劉大姐也佩服點頭 跟她說我也瘦了一年也差不多瘦了七公斤 就不要刻意說一定要吃這麼少 但是我至少兩天一定會少一餐 劉毅明想追求健康 拋掉家族遺傳一週七餐加上運動 在她的體態上似乎反應成功 正規醫學也補充叮嚀一般大眾注意 但因為她這個比較偏向於說 比極低熱量可能又在更積極的一個減肥方式 然後她用肌餓的方式 那我覺得第一個可能要 有一些人可能要特別注意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適合 或是說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要有一些生化素質的監控 堅持和跑友揪跑步一跑又是30圈 劉毅明相信只要自己先身體力行 就能習慣省電模式下的日常生活 你來 一起來吃 在嚴格執行運動的計畫下 星期五這天是劉毅明把低血糖憂鬱 甩開的重要時刻 一整盤阿根廷牛肉大口隨便吃 這種是天然的蛋白質 而且它是美食 劉毅明這套斷食養生法 雖然沒有經過醫學證實 但劉毅明醫師的個性是 非主流不代表錯 如果古往今來經驗累積不夠 那麼他做第一波 打破循規道具用超強意志力 自己追求的健康人生 你剛剛也特別提到一點 你說當我們在肌餓的狀態 在省電模式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在生理上 在醫學上會分泌其他的 對 就是這個在動物界裡面 看得非常的明顯 就是老虎獅子 牠在捕獵物的時候 是牠最飢餓的時候 可是牠最飢餓的時候 就有幾個比較矛盾的現象 第一個 牠頭腦最清楚 第二個 牠眼睛最明亮 然後牠的思緒最縮密 牠的計畫最縮密 然後牠可以跑到最快 很顯然牠跑到最快 這些表現的高點 都不是來自於能量 都不是來自於大卡 而是來自於身上線激素 所以飢餓的時候 人就是身體會進入一個 叫做生存模式 這個生存模式 是讓你表現到最高點 這個時候你吃太飽 你永遠沒有機會激發 這個身上線激素 所以就你的個性來講 是不是你一開始也是聽了 這一些理論 然後你自己想去試驗看 我從小就是一個 暢反調的小朋友 我從小就是一個問題小朋友 問題學生 問題朋友 因為我跟朋友講話也是這樣 一直吐槽別人 一直說我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禁止自己 不去質問別人 我也質問老師 我也質問朋友 然後我質問來質問去 可是後來我發現 大部分的人認為對的事情 往往都是錯的 而且要證明 這個是要靠證明的 不能用硬耍嘴皮說 我是對的你們就是錯的 沒有這個 你這個是要證據的 不過我覺得飢餓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提到 你自己去檢餐跟斷食 就是這個事情變成說 不會有人說你是離經叛道 因為你就是不吃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是很有意思 就是大部分人會覺得說 飢餓這件事情是 愈有人提倡 我們去體驗飢餓 那是比較宗教性的 或是身心性的 但很多人的想法應該是 對你是養之彌高 然後說謝謝我做不到 對 真的 真的有很多人 比較靠近我的人 他們都說 你不要這麼嚴格 你會嚇跑人 但是我總是不會要求你 跟我做到同樣的程度 我只是想要激發你一點點 你去做做看 然後去體驗一下 劉醫生那你 我們還是再重複一遍 就是五天吃三餐 然後到禮拜五到禮拜天 三天也不過就四餐 把它補過來 所以我們說一週七餐 你怎麼樣從忍受飢餓 變成享受飢餓 對你來講它是有階段的 對 一般人三餐都吃的 其實他在一種情況叫做排斥飢餓 任何一點點餓他就必須要吃 然後時間到一定要吃 但是很多時候他吃得莫名其妙 他其實沒有餓 可是我們不是都很鼓勵 就是說你要定食定量 定量我們懂 不定食就常被大家認為說 你看你吃飯不定食 所以你什麼病病病 事實上我認為這樣 教小孩是錯的 你要把你的盤子裡面的東西 全部吃光光 碗裡面的食物全部吃光光 都被我們認為不能浪費食物 是對的教育 但是國外真的有人在教小孩 不想吃就不要吃 有時候我們必須要去質疑 我們這樣教 這樣講 這樣做 所以大腦其實一直是在騙我們的 時間到叫我們去吃飯 很妙的事情 大腦沒有說你餓了 或者是你缺乏養分 你需要去吃 而是時間到叫你去吃 所以我常常我會建立這一種的質疑 質疑你的大腦 然後我會教你的 我會訓練我的大腦 然後我就說我等下一餐再吃 看看會怎麼樣 所以我看著你在講 我突然想要說 所以你覺得你的心 跟你的心 你不希望是由你的腦來主控你 做所有的決定跟所有的判別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 都是認為腦是理智的 所以我們跟著理智走 是人類文明比較好的生存發展方式 可是好像你很重視 mind power 妙娃 你講得很好 mind跟 brain 是不一樣的 就是像一個人的聰明 IQ 跟他的智慧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層次不同 那頭腦 其實我們的大腦只用到 百分之六的capacity 還有94%的東西 不一定是mind 不一定是brain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 我自己就是一個 我頭腦可能是壞掉 那我就會去 常常想一些 一般人沒有在想的東西 然後我會去測試 去採一些 別人認為是地雷的領域 然後有時候會炸到自己 像當你這四年來 你執行你的健康原則 你自己執行少吃一點 不過餐飲在台灣 是非常社交性的 我知道你的太太跟小孩 他們是正常吃 對不對 所以你也沒有power over 他們的時候 叫他們一起做 所以你覺得像這樣 就是別人會把你當做一個怪人 還是說其實你的朋友 早就知道你很怪 就是說因為你是怪人 所以就是你的社交 跟人家跟你互動的時候 覺得你太怪 沒辦法跟你一起吃飯 這件事情有沒有 ever bother到你 剛開始有 有啊 我也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 那你然後呢 可是我不能吃飯 那我有時候會交戰 我去了 那又影響別人的食慾怎麼辦 那那有時候又不得不去 那後來我有時候會妥協 我就說好我這一餐吃了 我某一餐本來可以吃的 我就不吃 可是這樣做也會影響到我的運動 等等這些 所以後來我真的有取捨 我後來我有選擇不參加 然後就是為了要堅守我這個原則 可是真的會影響 但是我都是在告訴人 沒有人會強迫你吃你不想吃的東西 真的沒有 是一切看你自己 因為我們太多的社交的情況 吃了我們原來沒有預計要吃的東西 可是社交的活動 往往都是帶來飲食 美食 大餐 所以我從小就是一個不合群的小孩 所以到後來也沒什麼關係 我不太在意人家對我什麼看法 那我朋友也其實真的也不多 但是我也不是很需要那麼多朋友的人 所以就像那本書寫The road less traveled 就是你走那個路上沒有很多路人 也沒有很多同伴 而且我從小到大 我都沒有要求大家喜歡我 但是我的言論 我很怕我的言論一講出去不痛不癢 就是說我講出去你可以恨我 你可以喜歡我 但是你就是不要對我沒有反應 這個我比較怕 那你的終年很特別 因為我們說民以食為天 當你這個天你都可以去衝破的時候 你的人生整個是不是一個減法狀態 我只是好奇就是說這四年 因為餐飲的減法 你覺得你自己整個人在生活的狀態裡面 慢慢有一些什麼改變 對啊在數學上不是減減又變佳嗎 所以你減有的時候是減不夠 就是負負得正 你就是一點點負你還在負 可是你負多一點你會變正的 所以我常常講一個案例一個故事 就是說女孩子很喜歡吃甜點 那你多吃這一口 大家都說吃到賺到 我就說真的嗎 等一下我們要路跑 你多吃這一口 你要多跑20圈 那我選擇不吃 所以你跑完20圈 還是等於我沒有跑 那請問是誰賺到呢 所以減法是這樣在跟人家討論的 是減賺到還是家賺到 所以人家請我吃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想好幾次 我該不該去接受他請我吃的東西 所以我15歲的時候就會一刀下去 然後刀不出來 最後骨頭跟肉全部分開 變成一片雞片 那大廚看到15歲的小朋友 這個好有前途 我以後可以當大廚 錯 我要當外科醫師 什麼什麼 當大廚而已 所以當你人生要做選擇的時候 你希望你每一個選擇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是說都是理性的 而是你自己充分可以接受的 而不是因為流行決定怎麼選擇 我覺得這跟你12歲 全家就移民阿根廳 是不是有一個關係 因為你在你青春期 你最需要同儕的時候 你丟到一個 你真的完全不捨的環境 的確是 過移民的生活 首先不是交朋友 而是生存 其實你父母那時候經濟很糟 我去到阿根廷 對 那個時候父母親是 事業失敗去的 所以我們一去 我們的生活就已經落入三餐不計 你們四個人 我有一個哥哥 一個姐姐 然後我們一家五口 有三餐不計這麼長 有 我有一餐吃到阿根廷的米 他們是算五個零 就是等於五顆心 就是它是最完整最飽滿的米 然後一顆心就是飼料 它就是那種完全是碎的 看不到米的形狀 我們是吃那個三個零的 就是介於飼料 還有殼飲食的米 非常便宜 我們只能吃那個米 然後媽媽去中國餐館 拿人家那種雞皮 就是皮是要丟掉 油比較多 拿過來炸油變成渣 然後用西瓜皮燉成冬瓜湯 那一餐我記得很清楚 我十二歲的時候吃到那一餐 我也知道沒有下一餐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開始進入所謂的生存模式 生存模式就是要 第一個要活下來 想盡辦法活下來 再來才是交朋友 所以我 其實我在台灣 台灣小學是六年 然後阿根廷小學是七年 所以我小學畢業了兩次 那我小學加中學 我總共念了十個學校 所以我要交朋友也真的很難 那到後來練成我的個性就是說 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活下來 是首要的任務 那有朋友是其次 然後我們有個印象說 阿根廷通膨很嚴重 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 你在阿根廷的時候十四年 對 你可以讓我們海內外觀眾了解一下 有多嚴重 我們是一天沒有五個Percent 都覺得不太習慣的 像現在委內瑞拉了 對 阿根廷巴西都曾經有這樣千千千千百百百的通貨膨脹 那就是說我在阿根廷十四年 它就是一的後面消掉十四個零 所以一後面有十四個零 我不知道是什麼單位 但是我們就是每天在這種情況生活 那有一次我買可口可樂 已經拼裝的 那在當時的幣值 前面那個在結帳的五千塊 然後輪到我 我排在後面 那個收贏的這個小姐說六千 你是在勒索嗎 她說要買不買 後面那個七千 都不能標價 因為跳得太快 那這是實際發生的 聽起來就 你是在開玩笑嗎 沒有 真的 所以你在十二歲 你們全家到阿根廷那十四年 我這樣聽起來有點內憂外患的味道 所以你父母也要生存 你應該很聰明知道 你沒有辦法跟你父母 從爸爸媽媽那邊尋求什麼援助 但是你後來為什麼在阿根廷 我知道你後來隔了幾年 你的西班牙文 土飛猛進還得了獎 然後後來你在阿根廷念完醫學院 對 我 因為如果你聰明的話 你應該前面一進去就很聰明 但是你前面非常坎坷 我在台灣的時候是一個 大概是 如果讀上去是 是放牛班的小孩 是 那我去阿根廷之後 發生了一件事情改變了我 就是我變成了基督徒 然後我開始念聖經 然後每天讀聖經 然後寫日記 中文的 所以導致我在國外二十年 我中文都還是很強 因為我每天寫 沒有人叫你寫 沒有人叫我 教會有一對輔導的夫婦 叫我這樣做 我就乖乖的做 一直做到今天 所以我每天寫日記 每天讀聖經 那這件事情讓我 很奇怪的 我從一個完全坐不住的小孩 有點過動 然後到很安靜的 讀聖經 讀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開始念書 自己自己開始念書 一直到我考醫學院 阿根廷考醫學院就是 沒有填志願的 就是一萬個人去考 然後錄取八百個 然後我 我是第四十五名錄取 所以我是一萬人的四十五名 那我是整個轉變 我從小到大的轉變 都這麼大幅度 那我就很好奇 就是你在執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是未見而信 我想你沒有看到哪一個人 站在你面前說 他是這樣子操練的 然後你跟隨任何的 mentor 沒有 所以這個未見而信 跟你在阿根廷接受了信仰 後來你覺得你相信的事情 你可以操練 而且你非常自律有很多操練 我是有這個聯想 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 信心這個事情通常就是 它的順序是要先做 先跨出去 你知道醫學 好 在國外 就是有科學跟藝術的學位之分 學位就只有這兩種學位 你知道醫學院是哪一個嗎 他不是科學 他是藝術 所以醫生很多都很有藝術的頭腦 包括我個人在內 因為醫學它沒有兩個病人是長一樣的 沒有兩個病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變數 所以它是藝術 當然我要先聲明 我吃七餐我不是建議所有的人做 很多人在誤解 我是要建議有代謝疾病有肥胖的人做這件事情 我是做了一段時間 突然間發現我做的 在國際文獻上寫很多 叫做間歇式禁食 我是做了好幾年 然後我有朋友跟我講 你看看這個網站 結果我看了跟我做一模一樣 但是我之前沒有看過這個網站 在這一種資訊 我是自己做 所以你是未見而信 在操練 操練間歇性禁食這件事情 可是你會從不同的路徑 走到同一個終點 很多諾貝爾獎 在不同國家研究同樣一個議題 結果達到同樣一個結論 往往都是這樣來的 所以後來我發現 原來我做的是國際上有獎的一個方式的時候 我非常興奮 你從少年到後來到了美國 26歲之後你們家又搬到了美國 好像父母親開餐館 他還會切拳雞 阿根廷的時候 因為中國餐館那個雞 它如果是雞片就是沒有骨頭的 它很貴 所以我們通常都進拳雞 然後自己來劈雞 所以我15歲的時候就會一刀下去 然後刀不出來 最後骨頭跟肉全部分開 變成一片雞片 那大廚看到 15歲的小朋友 這個好有前途 以後可以當大廚 錯 我要當外科醫師 怎麼當大廚而已 跑頂 太小看我了 我果然後來就變外科醫師 這是球力手 這是情球力 忙著張羅牛肉料理 長出的是劉醫師的大姐 配合劉一鳴的飲食習慣 三姐弟固定在星期五晚上 到自己經營的阿根廷餐廳 親情相聚 劉一鳴阿根廷求學時 號稱擊敗近萬人 以45名華人最高成績 擠進布宜諾斯愛麗絲大學醫學院 32歲回到台灣當外科醫師 距離他12歲離鄉 已經整整20個年頭 人生中年 永遠不畫修指幅的劉一鳴在進修 攻往全球頂尖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拿到公衛博士 看起來是一帆風順 但很難想像 劉醫師走過一段辛苦艱辛的成長歲月 爸爸小時候在阿根廷開的水果攤 大概就沒有比這個大 父親經商失敗 12歲的他隨著全家人 從高雄舉家移民到阿根廷 最初開了一間小小的水果攤 就慢慢第一天賣8箱 後來10箱12箱慢慢的 然後我們都吃爛的菜啊水果 全球第三大語言 西班牙文是阿根廷的母語 劉一鳴說移民後三姐弟裡 他的西班牙話學得最快 楊楊得意有點臭屁的劉一鳴 移民後靠自己摸索 都出一個專屬自己的語文學習法 這套理論在26歲那年 全家再次移民美國底特律 完全不熟英文的劉一鳴 再次靠自己學會英語 在美國開車起碼一個小時起跳 每天車上聽新聞廣播 劉一鳴說聽久了 就沒什麼聽不懂的 不查字典不被單字 然後不學文法 因為英文他真的不是要學文法 他要學的是那種語句的結構 每件事情想清楚加上齒之以恆 就像他四年前發想出的 一週七餐養身法 從開始動作的第一天 日記裡頭全都清楚記錄 隨著家人移民到阿根廷 當年生活困苦 教會的資助 讓他開始接觸 也相信了基督 劉一鳴強調 信仰是唯一能指引他到 光源之處的力量 你看看到大量的紅色的 都是聖經的經文 你會特別注意這一段 是因為他配合你當時所遇見的事情 也可能塑造我一種品格 還有一種個性與眾不同 我演講都是在講 不應該吃安眠藥 止痛劑跟消炎藥 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解決 叫做跑步 因為在底特律臨床研究的日子 他意外接觸到營養醫學 加上近十年的外科手術生涯 看見藥物對人體的影響 劉一鳴停下腳步思考反除 繼續從實證中摸索答覆 生命裡下一張考卷 你在走任何路徑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自己的方法 但方法也許跟別人不一樣 但那個方法並不輕慢 就是並不輕鬆的 你並不是選擇一個輕鬆的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後來有信心在你中年 你花了十年的時間 用往返的方式去讀完 John Hopkins的這一個學位 對 其實我是被刺激到 為什麼 我當時在一家大醫院 好啦 現在先不要講 我是馬捷醫院出來的 但是某位外科主任醫師 當時就是他在台大念 一個博士學位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後很會墊下面的學弟幹嘛 我就一直被墊 因為我的年紀已經是主治醫師 因為我在美國待了六年 回來當住院醫師的第一年 菜鳥的時候 我的年紀已經比 主治醫師還要大 這一個比我年輕的醫師 要天天電我 所以我很不會開刀 然後我又聽了很不爽 後來說要讀博士班 大家來讀 你就是這樣子嗎 我就這樣進去 約翰霍普金氏的 我就跟他讀 然後就進去 我這個人很會自己找罪手 然後就進入十年這樣 每年過年幾乎都在國外去修課 那你中間十二個月大家要去幾次 就是一直在往返 但是有時候到校本部 有時候在境外 有的時候哈威爾什麼之類的 因為不准在我們國內上 那這種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叫做在職班 所以我們同學都是在醫院認職的 或者是在公司認職 所以他們會機關認職 所以我們是這樣往返 但是反正我就被讀到 我就不爽了 我就去念就對了 我這個人常常會搞這種飛機 然後到後來搞得自己很累 對 你們都沒有半途放棄 我這個人很怕過安逸的生活 三天如果太安逸 我就覺得我好像有哪裡不對 可是你的幸福感是什麼 因為有一種幸福感 在我們這個年紀應該是 非常非常安穩的舒適圈裡面 對 人性是這樣 但是我都會去挑戰安逸這兩個字 我覺得安逸 我蠻怕這個東西 事實上我們台灣真的是一個 非常安逸的地方 真的是居住什麼 但是安逸 整個太安逸其實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個人 因為我過兩次移民生活 去阿根林 去美國 我一直處在危機感非常高張 然後我讓自己 好像一直繃緊著 但是我突然間安逸的時候 我會不習慣 我會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再挑戰些什麼 我是從小做一個 別人不看好的事情 長大的小孩 我很喜歡到最後 疊破人家的眼睛 所以我應該去看眼睛 覺得這樣送 對啊 我就喜歡這樣 孤獨這件事情 或是旁邊有雜音這件事情 我相信 就是你開始在操練間歇性斷食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人的奉勸 那現在回頭想那也蠻像雜音的 所以這些事情對你的干擾度 為什麼可以這麼低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我們的人就是為了從重 對 我們或是說為躲避那個干擾 我們覺得就從重好了 那我是從小做一個 別人不看好的事情 長大的小孩 那我很喜歡到最後 疊破人家的眼睛 所以我應該去看眼睛 你覺得這樣送嗎 對啊 我就喜歡這樣 然後證明你看錯看走眼了 我從小就是這樣長大 像我哥哥也是醫生 他都是資優班上來的 是嗎 他都是資優班上來 然後我爸爸是 以前在台灣當選過 十大傑出優良教師 跟蔣介石吃過飯的 但是他這個小兒子 那個我以前在小時候在高雄 他的那些優秀的老師的同事 在我爸爸面前跟我指著我哥哥說 你這個大兒子優秀 結果你這個小兒子聰明 那在我面前講 然後到現在 好 我雖然沒有說多大的成就 可是我至少 該有的 該讀的 該得到的知識 該有的專業 所以我喜歡人家刺激我 都會化成我的動力 所以我都感謝這些的人 從頭到尾沒有看好我的人 最好 我都特別感謝刺激我這位主任醫師 台大的博士 我現在 我這個人講話就是這樣 我說台大 台灣最大 約翰霍伯金是世界最大 你的網路上 人家台大的醫師 要這樣揪起來 到你網路去留言 你不要怪我 我也滿習慣的 我常常上節目有人說 你狀況沒有很好 看起來也滿憔悴的 累得這個樣子 二成這個樣子 我說感謝指教 對 你有可能是對的 因為我畢竟我是在試驗 我用自己的身體在試驗 這個方法到底好不好 而且你很誠實 就是你剛剛一開始 就跟我們講了一個 很妙的比例 你說你就是在省電模式下面 對 去生活 就是我去友台的節目 主持人就說 你會不會餓婚 我說會不會餓死 我說暈 會不會暈 我說暈不會倒 餓不會死 我會暈但是不會倒 但是我會餓但是不會死 這樣就好了 你覺得今天你過了一個 這麼獨特的人生 其實你的每個階段 從少年青少年壯年 然後回來 就是回台灣 都非常的獨特 你覺得這裡面你所領受的 屬於劉毅明獨特的恩賜是什麼 我覺得我特別蒙福的地方 是在於好像我得到了 一把真健康的鑰匙 因為我本來很不健康 然後現在變成很健康 我賺到了這個健康 是因為被賞吃了一把鑰匙 那我就被賦予這個 帶人進去真健康的 這扇門 那是一個很神聖的使命 很大的責任 RMR呢 我覺得我很榮幸 我沒有這麼偉大 但是給我這一把鑰匙 我就盡力的希望 用正確的方法 把人引導到真健康裡面去 謝謝你 今天分享謝謝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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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多이면�니다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